日後趁熱熱和我活動的時候 風拍最重要 一個不小心就能盡量打黑 不過現在在台南市整天開的七角開開開來 算是一種打黑的咖啡是日後火 原來這是三小班專心英俊品種 還有另外一種市場已經跟更嚴的超級陽光品種 都行為了現在市民上的領袖 向日葵獨了說是很多農地用來做綠肥料的地物以外 其實有很多民眾會進來做關上輸用 現在在台南市整天開的七角火火庫裡面 可以看到今年全新陰性的平靜 不然是說在這色彩還是火力變形都相當去人家主母 今年我們有園藝業者去找到 日本有一種巧克力色的向日葵 跟它命名叫地球漫步 它的花特別大 它的花有多超過15公分直徑 它的花是巧克力色 有人說它好像是被曬傷的向日葵 向日葵需要很多陽光 它是不怕曬的 還有他們有找到一種向日葵開花 它的花特別多 開得特別久 氣候適合的話 我們在台灣也可以開了一季 這種向日葵 它的花也很大 有14、5公分左右的直徑 都是艷麗的黃色 它這個巧克力色的向日葵 是今年三小班特別陰景的地球漫步拼近 另外也有火綠色水特別嚴重的超級陽光 所以說看起來很漂亮很困難 不過其實在照顧上 才是非常簡單 即使可以起手得出開花 民眾把握把向日葵種在陽光充足的地方 然後它花卸了以後 把它卸掉的花把它修剪掉 它會持續一直開 是屬於多花性的向日葵 要把握兩個原則 就是第一個 一定要種在陽光很充足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種在光線比較不足的地方 它的花就會開得比較少 所以你回去最好把它種在花苔裡面 這樣比較好澆水 那如果你種在花盆裡面 澆水要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一次要給它很多很充分的水 那大概一到兩天就要澆一次 因為外面曬太陽 最近我們南部陽光很強 大概每天或者是隔兩天 一定要澆一次水 這兩款新的拼境 為前來會輝區選擇的民眾 帶來後竟加賊不一樣的選擇 其實新衛料市場就問的平衡 消費者都能夠透過豐富的食材 來向自己生活環境 很淺金加賊儲備的玩手 記得要給家民幾年苦彩 恐怖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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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